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是不是会立即联想到觉得是长生观呢? 但其实原来这些症状不只是长生观有 维他命B12的缺乏症同样都有这些症状 我上次出了一条影片就讲了维他命B12 如果你觉得自己有需要补充的话 应该留意BD形态是会比较好的 但今次我想多讲一点维他命B12缺乏症会出现的症状 因为上次都收到多少查询 我想大家可以有更充分的了解 我们就想讲一下第一个会出现的症状就是累 这个是比较多人知道的 如果你发觉自己经常都很累的话 其实有机会是真的你的B12是不够的 未必是去到缺乏症那个级数 但是不够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B12其实是对于我们血里面带氧 是有直接的作用的 因为他就是要生产这个红血球 红血球就带氧了 如果你不够红血球的话 你自然的带氧量就低了 另外就是其实B12如果缺乏的话 跟血液酸都一样会出现一种贫乳的 但这种贫乳它有少少不同的地方 就是你会发觉那种不是就这样青或者白的皮肤 是有机会在眼里留意到自己是比较黄的 皮肤白的也是眼黄的 是因为这个胆红素是比较高的 它本身的眼睛是橙黄色的 所以就好像小朋友说黄胆的那种情况 另外还有就是容易头痛 如果你发觉自己经常都头痛的话 有机会真的跟B12有关的 B12不够 大人和小孩都有机会是会缺B12 在一个2019年的实验里面 测试了140人 超过一半是有偏头痛的 他们发现他们血液当中的B12的数量 是比起没有偏头痛的人 是明显低很多的 所以简单说的结论就是 当你的身体有足够的B12的水平的时候 你是没有那么容易出现偏头痛和头痛 另外缺乏B12还会令到身体 有机会产生一些抑郁症状 因为B12对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 是至关重要 所以如果不够的话 它直接影响到你的精神健康 而有不同的科学研究出来 都指如果缺乏B12 是令到那个人有更大机会会有抑郁症 如果B12低的话 是会令到另外一样东西升高 而那个就叫同伴光安酸 同伴光安酸升高了 就会令到我们身体里的氧化压力增大 令到我们的DNA受损 和令到细胞加速死亡 在2020年一个研究当中 找了132个小朋友 加青少年 当中有89个是有抑郁症状 有43个是没有的 而在89个里面 就发现他们的血液样本 B12是低的 而同伴光安酸的水平是高的 除了我们更容易会有抑郁症状之外 其实低的B12也会引起其他的精神疾病 包括所谓的精神病发和一些情绪上的波动 由于B12是直接影响我们的中书神经系统 所以当你不够B12的话 你很自然地会觉得 好像有一块鱼罩着你的头 跟着你想看书也好 你想看电脑也好 都发觉很难集中精神 而这个情况在老人家身上尤其明显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们对于B12的需求大 但是也容易会缺少 其实很多研究都发现老人家B12是相对低 因为这样就影响他们的大脑 所以他们会觉得他们反应更加慢 那这个呢 快点多多体量 还有可能买个好的B12帮他们补充 那到底要买哪一款呢 那我就没有推荐品牌的 但是我就要提及过怎样注意了 大家可以看回右上角 点击那条片 去看回上一集的内容 那样好消息就是 只要你补充 令到身体有足够的B12 其实这些症状是可以慢慢消退的 据一个例子 在2020年有一个研究 是针对202个人 他们有比较显浅 比较不严重的这个精神障碍 这样就发觉他们的而且 真的不是一个B12 所以就帮他们做了一个 3个月的B12的补充 就是给一些补充剂给你吃 发觉3个月过后 84%是觉得会好了很多 例如以前很难注意 第二很难有很好的集中力 现在好了很多 以前很失忆的甘雨 现在又好了 还有好像整个人都不同了 脑子好像洗了很多 那这里我就想说一个 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就是我曾经有10年的时间 我是吃齋的 那时候刚刚开始吃 就吃得很清 那个年代觉得吃得清是好的 那跟同事吃午餐出去吃饭 那大家当然不会就你去吃齋铺了 所以就是在普通餐厅吃 很多餐厅都未必有齋菜 我就叫一碗饭加几条菜 就觉得这样也很清很健康 吃了不久就发觉 为什么我经常都生非自己 就是不断地游 但是越生越多 那时候我去中环上班 我就去了一个很出名的 老字号的凉茶店 就喝凉茶 24米24米24米 龟零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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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觉都好像不是很健康 就排队看她的中医 她的中医就叫我伸条理出来 然后就开药给我 那果然就弱到飞脂脱 但是你发觉隔了几天之后 她又伸出来了 那我如是者来来回了几次之后 我就开始研究 到底是否真的 纯粹因为热气生飞脂 就发觉 咦 可能在饮食上出现了问题 吃齋不可以只吃白饭和菜 哎呀 这样 当时的我只有20岁 松一点 就是完全什么都不懂 后来发觉原来是缺失维他命B12 所以现在我想说的就是 真的如果缺失B12的话 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但是不只是这样 如果你缺失其他东西 比如叶酸 B2 B3 都有机会出现这些 舌头利的发炎 但是不只是以生肺脂 你可以红 肿 痛 包括味觉的喪失 所以我说的症状 你不一定中一个就是 你可能是叠加几样东西 一起出现的时候 就觉得有机会了 你可以去炎血 如果你身边有朋友 出现一些他以为是 长生观后遗症 或者你觉得他经常很累 经常生飞脂 然后好像有些抑郁症状 甚至你知道他真的出现了抑郁症状 正在吃抑郁药 你也可以帮我这条影片 分享给他 看看他能否听 如果今天所说的资讯 你觉得有用的话 希望你可以给个like 给我们分享给朋友 如果未like 订阅我们的channel的话 记得立刻这样做 兼按下小钟仔 有些什么想听的 即管留言给我 我有求必应的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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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